监视器就是用来查看画面的 这部分也有些设置 我们先看这个百分比 这个是对画面的放大缩小的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50%呢 它会变小 如果选择150%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小窗口 可以来操作画面 我们选择适合 然后第二个 显示这里 这里呢第一个视频观测仪 这个其实是调色来用的 我们可以看 对它的一些RGB的颜色会有些显示 这还有一些窗口的分布 比如这种四个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适量的显示器 然后再往下看 质量这里 我们一般会选择较好的性能 它会优先让我们顺畅的播放 如果你选较好质量的话 那么配置低的电脑可能播放起来 会有些卡在素材很多的情况下 然后下面媒体播放这个 我们后面再说 这里最常用的就是字幕安全框 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加字幕的话 它会有一个安全位置 避免在其他的平台播放的时候 会被一些角标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平台上的东西 把字幕挡住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接下来我们看左下角的三个小度标 第一个是剪裁功能 可以对画面做出这个变化 我们来试试 放大缩小 然后剪裁画面 然后给画面做一些变形 第二个呢是颜色 如果你选中素材的情况下 你点击平衡颜色 它会自动帮你去调一个颜色 比如它的曝光啊 或者饱和度啊 它会软件会自动给你调整到一个正常的值 第二个匹配颜色呢 就是我们选中时间线 然后呢我们想让时间线这个素材 来匹配另外一个素材的颜色 比如我匹配这段风景 我可以选择它 那么时间线素材的颜色就会匹配到这个画面的颜色 我们来应用一下 第三个小度标呢是变速功能 有慢速快速然后静止 可以给素材放慢50% 我们可以看这里也显示了放慢50% 我们如果想给它加快两倍的话 那么素材呢 这有一个快速200% 快速200% 变速呢有一个快捷键 是Command加R 我们选中素材 Command加R 就会出来一个 上面会出来一个选项 如果我们选择最后的这一个小黑点 往前拖就是加速 往后拖呢就是做慢速 这个很方便 当我们再按一次的时候 它会消失 如果我们想把它变成元素的话 就按Shift加N 素材就会变成元素 然后这里的倒转片段 就是相当于倒放是比较实用的功能 有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我们把倒放关掉 右下角这个是全屏播放 它的快捷键是Command Shift加F 全屏以后呢会自动播放 按ESC就会返回到软件界面里 OK 这就是检视器的一些功能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